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谢谢你们的留言 可惜我没办法一下就给你们答复 尤其是比较特别的留言 我需要点时间 很抱歉 谢谢你们的支持 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我们按个赞 订阅 请我喝一杯咖啡 我也很高兴 过年快到了 我想给你们一个小礼物 介绍一首书们的曲子 叫《离别》 你们不要误会 我不是要跟你们告别的 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曲子 那我们一想到 离别我们都会觉得很悲伤 但是这个曲子很悲伤吗 好像很快乐啊 书门是在1848年写这首乐曲 他那时候已经是非常受到认可的一个作曲家 非常出名的 他的写作也很丰富 他自己觉得是他那几年真的是最丰富的一年 就是48跟49年 刚好他夫人也生了一个儿子 刚好他夫人也生了一个儿子 他会写这个篇幅 写这个篇幅 短小 但又充满了诗意的曲子 那么这首《离别》就是森林的情景的最后一首 书门的做法都是这样的 他先即兴弹奏 然后靠他的记忆力 再把它写下来 很快地把它写下来 到后来才订稿 有时候他灵感很丰富 他一天写好几首 所以他的这些乐曲 我们会感觉到 好像直接从他的内心溜出来的音乐 那么他写这首曲子《离别》 这个《离别》是不是很欢乐 有这种事情吗 这个我们会感到很矛盾 我觉得这个曲子很多很多的矛盾 在这个时刻 好像有一股暗流 强行地 把我们拉去别的地方 常常换来换去 但下一刻 我们又站住脚 看看四周 好像被黄昏的太阳 花了眼睛 我们又没有要离去的冲动 马上就没有这种 被冲走了这种感觉 下一刻 又是讲一个故事 跟离别毫无关的 我们就不要想到这个离别 你们会有这种情形吗 有没有遇到过 我们早点到机场去 就剩下很多时间 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们也不要聊到这个 离别的这个事情 我们就会讲一些故事 有时候没有连贯性的 很离别的故事 但是 一会儿又是 好像又想到离别 时间好像没有剩下很多 有时候 就得着错了 所以一下子就被冲走了 一分钟也不要多待 没时间会紧张 但是书们又会加入一些别的故事 让我们安静下来 原来很遥远 所以离别我们现在在这个情况 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 好像你等一下上飞机人不见了 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但是时间还是会溜过去 它不顾我们的情形 所以到后来 我们这个悲伤还是有点上来 感谢观看 尽量不要嫌张 尽量不要难过 不要哭 但是到最后 还是会 这个感觉我们有点忍不住 好像我们在最后 在深情的对望 在深情的表达我们的感情 最后的拥抱 然后我们到了登记口 我们就没有办法 我们就没办法 我们就没办法再陪伴 我们只能挥手 然后对望着我们的情人 我们就不愿意让他们离开 但是又没办法 但是我们还是要表现得很欢乐 感谢观看 所以书们很会把这种离别的 矛盾的这个情形描绘出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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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